光复香成功街旁边沟渠 一大早6点多有80岁的无姓老翁 从住家出门去寻农田 不小心失足跌落到沟渠里头 消防局货报赶到现场研判 震沟水流很穿急 立刻通知相关单位协助操作水闸门 要阻断水市 之后成功把逆者救起 不过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查看之后已经明显死亡了 或许还要厘清死者最高的原因 光复香成功街一旁钩曲早上6点 民众发现有老翁跌入钩曲 据了解18岁无姓老翁 外出家门巡视农田 不慎失足跌入钩曲 消防局借货通报之后 锦销道场进行抢救 水流湍急立即通知相关单位 协助操作水闸门阻断水市 随后成功将逆水者救起 有民众卡在光复国小后侧 灌溉又勾取水闸门处 光复分队到达现场后 立即派权同人 多救援装备进入 勾升约1.5公尺高 水升约80公分的水门处 向该民众拉起 该民民众年约80岁 拉起石桌 白色短修上衣及短部 该民男子现场已明显失家 救起溺水者后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经查看已明显死亡 联系家属到场后 检警将厘清死者最高的原因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